欢迎观众朋友跟我一起加入今天的国际普遥探全球 我是节目主持人谭一伦 我们今天就要来带大家掌握国际上的大事 不过我要先来介绍今天跟我对谈的是记者叶伟成 伟成好 大家好 观众朋友大家好 好久没看到伟成了 但是伟成今天回来就要帮我们来了解一下乌俄战争的最新形势 没有错 乌俄战争大家最重要的就是在这个巴赫姆特乌东的这个地方 那看现在这个我们之前一直有谈到说 俄罗斯的这个军队好像被打到有点节节败退 落花流水 有一点像是这样的意味 但是我们知道俄罗斯在乌东的主要主导的这个集团 是瓦格纳集团之前有介绍过 那他的这个首领普里格基就声称 他的手下已经朝着某些方向推进了550公尺 那那个乌军自己控制巴赫姆特的市中心的区域是不到 1.78平方公里的这个范围 所以他讲的好像说我们好像有一些斩获的感觉 但是没想到这个俄罗斯军队呢 却已经证实说从这个巴赫姆特以北的这个地方来进行撤退了 所以看起来说乌克兰在这个巴赫姆特还是有一些斩获的 他们的副防长马里亚尔呢 他就说现在乌军正在巴赫姆特朝着两个方向来前进 但虽然市中心的这个局势还是很复杂 但他们就是要来喊话一下说 敌人终究是没有办法控制这座城市的 我们一定会收复他 而这个泽文斯基呢 因为他正在罗马进行出访 他也在受访的时候有说 他们很积极的在准备反攻 不过不能透露详细的计划 但是俄罗斯一定很快就可以感受到 他们已经踏出了重要的反攻的这一步了 对应该不用很快可以感受到 应该是已经感受到了 为什么呢 因为其实俄罗斯有四架的军机有被袭击 他本来是希望用突击的方式 进到这个乌克兰的切尔尼哥夫 我们看到这张图 他本来可能想从俄罗斯这边啪啪啪啪来袭击着 但问题是他们在靠近布洋斯克的时候 同时遭到袭击而坠毁 包含哪几架这个战机呢 有两架是米巴直升机 那上头的两个飞行员死亡 那有一架是苏34战机 也是两位飞行员死亡 那有一架是苏35战机 所以总共是9个人死亡 那这个东西就看起来说 乌克兰现在蛮厉害的 可以直接把人家的战机给击落 对不对 而且你完全还不到目的地 我就已经先在前面帮你击落了 好那俄罗斯的工商日报 我们看看他怎么讲 他说确实乌克兰已经击落了四架军机 这代表说好像两边应该已经是有对上 这件事情是事实的 也是足够有证据的 那路透社也说 如果证实乌克兰同时击落了俄军的四架军机的话 对于基辅来说就是一个非常巨大成功 所以我觉得现在看起来 这个乌克兰的气势好强 俄罗斯的气势已经 接接败退了 好所以大家就说了 这代表是乌克兰的春夏大反攻有雏形了吗 过去是春季 不过现在看起来是春夏大反攻 好那这个他们也逮捕了这个俄罗斯的大兵 甚至华盛顿邮报也披露说 泽伦斯基有一个秘密会议上面 他们就有在计划说要怎么炸油管 然后占领俄罗斯边境村庄 为什么呢 他们希望能够增加筹码来跟俄罗斯谈判 羌龄弹雨中无军嘶吼穿越炮火声 地面部队合作无间 很快就抓到一位俄军战俘 同袍及时丢来手榴弹支援 让他们可以炸毁俄军据点 乌军第三突击率在巴赫姆特拍下珍贵作战画面 与此同时武装部队一段新影片 也拍到约十位瓦格纳佣兵想突袭 反被乌军先发智人攻击 在乌克兰南部炸波罗热前线 乌军也不停用多管火箭炮 毁轰俄军 试图摧毁敌方大炮 俄军轰炸不停歇 而乌军无人机在乌克兰苏美地区同样立大功 探查俄罗斯边境来的攻击 帮助乌军精准回击 从南到北乌军春夏反攻行动 似乎见漏雏形 乌克兰外长也证实震撼欧盟讨论 提供更多远程或短程弹药 为春夏大反攻更添火力 TVBS新闻综合报道 好刚刚提到 曾经司机好像有一个构想 是想要占领俄国边界的城市 来增加自己的谈判条件 还有炸毁这个网匈牙利的这个油管 他有这样子的一个想法 其实听起来很大胆 就是感觉我突然就是用这个方式 来增加我的谈判筹码 但其实在这段时间超过一年的时间 我们不管从各个媒体上来看到 泽伦斯基他几乎都算是一个蛮沉稳的人 而且呢他很懂得使用情绪来呼喊 就是他的这个人民 还有社群媒体啦 对也都很会使用 那他在面对西方的这些世界的时候呢 他也在公开场合的时候表示 拒绝使用西方供应的武器来攻击俄罗斯境内 来赢得西方政府的信任 就是为了保持说我不是真的要去攻击他们的人民 我只是在正当的防卫 对还有另外一个方法就是说 如果他是用西方的供应 然后供应的武器来攻击俄罗斯的话 会变成是那个西方国家跟俄罗斯开战 就变成集团集团之间的开战 然后他也避免了让西方国家觉得 哎你不错哦有替我们想 对但是呢 这件事情会不会其实在他的台面上这样做 但在私底下会有另外的想法 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他的这个计划 炸油管还有用长城飞弹来攻击俄罗斯的境内呢 其实就是在最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在用discord 那他是一个即时通 即时通好古老的词 即时通讯的平台 那我有时候也会用啦 就是有些就是可能小群组会在里面聊天这样子 那这上面就流传了一个密件 就是来揭露说原来他在公开赏盒的想法 跟他实际上想要做的这些大胆的想法 是有一个强大的反差哦 所以呢就是也有专家是认为说 这个泽伦斯基他可能是一个具有攻击本能的领袖 害他原本冷静兼忍的政治家形象是有一点点落差 但是还有一点就是比较重要的是 是美国的国防部并没有否认这个密件的真实性 所以他确实也有可能是真的这么想 好但如果我们再换回来想说俄罗斯都已经攻击他了 他想要攻击也没什么不对啦 只是说用谁的武器来攻击哦 好那我们还要持续来关注说攻击这件事情要用武器吗 德国现在也宣布说有最大军援的计划 哇多大军援呢他要提供是29.7亿美金的新一批军援军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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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军� 说每天在巴赫姆特 就需要1000枚的炮弹 所以当然是要加快 对乌克兰的工艺 那德国的防长则是讲说 我们都很希望 赶快结束这场可怕战争 所以要尽所能来帮助提供 那乌克兰的总统顾问则是讲说 其实各国宣布 大规模的原污计划 俄罗斯你注定要输的啦 而且是坐在历史耻辱的长凳上 那我个人认为啦 或许德国在这时候宣布 有一点点味道是 他们看起来乌克兰的反攻 还蛮胜利的 不然应该没有办法 这么宣布大量军 因为我知道去年德国 在要不要军援上面 有一点点举步 对 有点举步维艰 那现在看起来 如果这个各国在加大一下力道的话 乌克兰这场仗 似乎可以赶快结束 因为可以打赢俄国嘛 好那当然我们知道 14号的时候 这个泽伦斯基是到了 德国来跟肖茲见面 那他也自己讲说 最快在今年的时候 就会让俄罗斯来击败 就战败 让俄罗斯战败了 就打赢俄罗斯就对了 那后来他也到了意大利嘛 又看到教宗 然后又去了法国 那法国也说 他们加码要提供 数十辆的轻型战车 和装甲车 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 抵达法国总统府爱丽舍宫 这也是战争以来 他第二次访问当地 泽伦斯基这几天 先会访问意大利 德国还有法国 法国也承诺将在未来几周 送上数十辆装甲车 还有轻型战车 马克宏另外在今天 出开的报纸上说 俄罗斯早就在地缘政治上 输掉战争 甚至已进入对中国的附庸状态 他重申俄罗斯不该打赢这场仗 稍早在德国时 泽伦斯基则放话 最快今年让俄军彻底战败 德国方面一改开战 出起了犹豫不决 宣布加强体悟 强调不会接受俄罗斯提出的和平方案 只是德国提供价值约 台币910亿元的武器援助 暂时还是不包含战斗机 乌克兰吹起反攻号角 也声称在巴赫姆特有所展破 同时间俄罗斯国防部罕见坦承 两名军事指挥官命上该区 但强调巴赫姆特的战斗都还在进行 原新闻综合报道 好除了欧洲我们现在要回到亚洲来看 现在泰国正在举行大选 然后呢他们在今年的大选 大概有五千两百多万个选民 然后而且呢泰国选委会认为 这一次的投票率有望成为历史最高 会来到百分之八十 很高 创新高 台湾没有这么高过 台湾大概六成就已经算蛮高的 对就是六 真的是要到八十 大家都想要走出门来投票 这算是一件蛮难得的事情 那也毕竟因为他们也经历过了很多的政变 还有军方把持 还有经过疫情 我想大家应该都蛮想要翻转现在这个状况吧 那今天来跟大家讲一下泰国大选的制度 它有分为就是众议院跟参议院 那参议院基本上就是军方委任 所以两百五十个议员都是军方的人 那接下来五百 五百名议员分成四百跟一百 其中的四百是个人选自己选 那现在另外的一百是政党的席次 会依照获得的 类似不分区 对不分区委员跟的这个 或是区域委员的这个差别 有点像是这样 但是呢这七百五十个人 要就是要进行总理的表决 每一个政党都可以提出他们对于总理的这个人选 所以今年四十三个政党提了六十三个首相的候选人 好多哦 对非常的多 但你要在七百五十这个席次里面呢 你要获得过半支持 事实上还是有一些些难度 难度啦 如果两个这个反对党来一起结盟的话 确实是有可能在这一次的大选之后成功的呢 让总理不再是被军方把持的人 像是帕拉玉这样子哦 泰国大选正式完成计票 最大赢家前进党主席皮塔摩拳擦掌准备阻隔 选区票加政党席次 前进党拿下一百五十一席 昨天深夜和皮塔协商的第二名卫泰党取得一百四十一席 两政党是否结盟还没定案 至于总理帕拉玉的团结建国党 只有三十六席位居第五 民众渴望改变 投票率高达百分之七十五点二二 仅次二零零七年的政变后首次大选 不过总投票人数还是写下历史新高 皮塔将有机会以总理身份带头改革 今年四十二岁的他有一名女儿 不过2019年已经喊明星太太离婚 当时皮塔还被指控家暴 不过最后证据不足结案 至于卫泰党选签声势高 席次却输给前进党 卫泰党至少两位总理候选人已经表态 支持由前进党推出总理人选 TVS新闻中博导 好 带观众朋友掌握更多的国际新闻资讯 我们接着请伟成班大家来看一下 美国的热搜话题 好 我们看到美国的热搜 关键字是荆州勇士 对 因为他非常的关心NBA的球赛 这个荆州勇士在13号的分区季后赛之中 不敌胡人队而遭到了淘汰 所以他已经这个失去争取未免的机会 那他们其实最关心的是 他现在的这个总管麦尔斯 他跟这个球队的合约是到今年的六月底 就快到下个月月底 但是呢 好像已经确定是不会续约了 他还跟老板说 我打算要在这个赛季结束之后 来思考一下再决定自己的未来 有点像是到了这个年纪 这个也带你球队走这么长的一段路 给自己一个gap year 然后去思考一下 等一下接下来要怎么做 因为他其实2011年就已经加入 这个勇士队的管理阶层 然后他领选过非常多的这个球星 然后来加入他的这个球队 也让他们在八年内拿过四座的冠军 那不过时间推进有些人可能年纪也大了 那接下来还有一些续约方面的问题 那他已经决定暂时不跟球队继续约 所以有一些这个球队本身的黄金阵容 之后要再聚集在一起 可能就比较机会比较小一点 对 所以美国的热搜关键字 还是相关体育 对不对 好 那英国的热搜关键字比较有趣 他是拉加夫查达 他是谁 他是印度的上议会议员查达 不过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消息 我们看到这张照片 他订婚了 而且新娘超美丽 而且新娘是宝莱乌女星 帕利莱蒂乔普拉 他们两个在13号的时候 社群平台上面直接官宣了 说他们订婚了 那其实在今年初的时候 大家就已经拍到蛮多次 就是他们两个一起去吃饭的画面 但是都没有正面回应 那再一次官宣 就是直接大方承认说 对 我们订婚了 订婚还没有结婚 但是这个 宝莱乌女星 她其实唐姐也蛮厉害的 她被封为是印度最美的女人 叫做这个 匹燕卡乔普拉 那匹燕卡乔普拉在2018年的时候 是跟美国的歌手 尼克强纳斯 组合的小弟结婚 然后呢她当天有现身这个订婚仪式 那这个尼克强纳斯 则是因为正在巡演 所以没有出席 但是这个 宝莱乌女星 就是跟上议员 这个结婚的这一位 她其实也蛮厉害 她本来是一位投资银行家 但是最后从英国回到印度的时候 变成了演员 但也蛮厉害嘛 所以一家人都蛮厉害 然后又跟这个政治的人物来结婚 所以成为了英国的热搜话题 好我们接下来来看到日本 他们关注的这个词是麻疹 这次在这个疫情结束之后 很多人都有去东京玩 对不对 对 也有去一下 那有搭乘新干线吗 没有 只有搭JR 对 所以现在这个搭乘日本的交通工具 要特别注意了 因为它竟然出现了麻疹的病例 那东京都政府是在5月12号公布的 这个有一男一女感染了麻疹 那这是东京都内时隔三年再度确认出现这样子的病例 而且这两名病患呢 其实本身互相不认识 他们唯一的共通点是4月底的时候曾经一起搭乘过新干线 然后在同一个车厢里面 对 所以这个当地政府就觉得说可能是在车厢上被传染的 还好现在两个人都住院治疗之后症状已经缓解 对 但我要帮观众朋友问问伟臣 所以这个麻疹是怎么传染的啊 麻疹主要的传播方式是透过空气传播 而且这个传染力是非常强的 所以在搭乘这个大众运缩工具的时候 虽然像日本跟台湾都不用戴口罩 对那东京都出现了这个 这里人口中密集的地方出现这样子的案例 可能大家在搭车的时候还是要消毒一下 然后保护好自己会比较好一点 对像我去日本的经验就是我只要上车或是上公车 捷运不管什么我们就是戴口罩 但是只要一下然后到比较空旷我就是脱口罩 解放呼吸一下 所以可能在这个部分大家还是要特别注意 可能还有很多的这个传染病会有这个复发的情况 好我们接着来看南韩 南韩的热搜话题是曼联也是跟体育赛事有关 但是我觉得跟这个人的关系更大 我们之前说孙新敏每次出现的时候 就会成为南韩的热搜 他也是他叫金文哉 他也是韩国的这个好手 英超的球技到了尾声 这个人在竞逐欧联席位的曼联跟利物浦 他们最近在重要的收购目标上面都有新的进展 像是曼联就说像这个拿玻璃中间的金文哉 开出了巨额的薪酬 而且似乎也有力会牵下去 好这个东西就是 猴魔鬼对于这个金文哉 非常的坚持 似乎不愿意 放走他 对 而且希望就是把他牵下来 那拿玻璃其实也不希望放走他 所以我觉得他其实是一个万人迷 大家都非常希望能够赶快把他 进入到自己的球团里头 好那他们就说 其实曼联已经准备好 为他支付6000万的欧元 大概是20亿新台币的转会费 哇已经算很高了 对 而且还准备了年薪450万欧元 大概是1.5亿台币的新合约 所以要把他签下来要花很多钱 但愿意他们愿意这样做 那他们说其实他觉得离开 就是有一些米兰的体育报记者 就会分析嘛 他们认为金文哉离开拿玻璃的机会 其实蛮高的 但双方还需要有共识 那最主要就是他自己本人的意愿 也是一个关键嘛 所以韩国的好手在外面这么夯 自然会成为他们的热搜吗 对 并且他们也是挺爱国的 非常的爱国 对 那我们接下来看到香港 那在周日的时候是母亲节嘛 那到了母亲节 可能大家就会有一些庆祝 或是讨论说 大家平常是怎么孝顺父母的 因为毕竟孝顺不能只有在一年的这一天而已嘛 对 每天都要孝顺父母 没有错 所以这个香港呢 他们在讨论的是 究竟子女给父母家用的金额是多少呢 那他们已经有 做进行这个网路民调的这个统计说 最多人表示每个月会给家人 3000到6000元港币 所以就是最多两万三台币左右 蛮多的耶 对 其实很多 因为以他们的薪资结构来讲 对 但是不是也因为他们稍微薪资比台湾高一点 所以也可以给到这么多 因为像我自己以前给家里 因为住家吃家嘛 就给一万块 我又已经觉得蛮多 因为当时的薪水才三万多 对啊 就是台湾起薪就这么 这样就有三分之一了 那如果他们的薪资是五万多或六万 那给到两万多好像也还好 因为他们其实平均收入 就是真正所有人的平均收入 大概是接近台币八万啦 所以如果给一万好像才八分之一而已 对 所以要两万多好像蛮合理的哦 对 所以有43%的香港人会给到这个金额 甚至有15%的受访者给超过一万元 就台币大概四万 所以我相信他的收入应该不会只有八万的 应该是更高 对 但是像我们就是如果不住家 就可能给的没有那么多 对啊 因为毕竟其实台湾跟香港都一样 租金很贵 所以就是大家可能大部分的钱都拿去付租金了 然后你如果你想要维持一点点生活品质 就没有办法给家人这么多 不过我想还是心意比较重要 也不用为了这个数字打肿脸充胖子 然后每天自己吃泡面这样子 对 但我妈妈有说过 她说如果你要送我都不要送礼物送钱最好 对 所以钱还是万能的 没有错 好我们再来看台湾 台湾的热搜话题 其实我自己看完之后 我也一直疯狂去找 不管是影片还是大家讨论 真的蛮高的 就是徐怀玉 嗯 我节目之前有先跟韦晨讨论过徐怀玉 她说其实徐怀玉的歌曲 她不是非常了解是吗 对 因为她 她不是有喵喵喵吗 她当时出这个歌很红的时候 我还太小了 所以大概是大我两三岁的族群 才会是她以前的歌迷 也有可能是最近有去买票 镜头可以拍一下我的脸 哈哈哈 比她大两三岁的族群 好很好 对 因为徐怀玉确实就是我小时候 很常听的歌曲啦 所以她对我来说是有童年回忆 但我觉得她都没有老 好不过最近这个路纵浪姐 其实真的蛮夯的嘛 之前王兴林上的时候突然又爆红 那现在浪姐已经到四楼 那最近有这个 贾静雯 徐怀玉 还有Ella 很多 对不对 他们都有唱歌 那因为像贾静雯就不是唱歌出身的嘛 大家就会比较仔细聆听她怎么唱 那徐怀玉就是唱歌跳舞出身的 都会 这个演员歌手 但问题是 她有一些片段曝光 她被说滑水拖累队友 可能很多观众朋友不知道什么叫滑水 不是鸭子滑水 这个滑水是代表不认真的意思 那影片上面这个韦晨你有看吗 你感觉怎么样 对我为了这则新闻特地去看 因为本来我刚才不是我的 我是她的歌迷 所以我不再会看 不是她的那个Generation 对对对 所以我看的时候我有吓到 因为我觉得说 因为她那个已经不是用力 不用力滑不滑水的问题了 那个是动作根本就没有备受 因为她眼睛会一直这样 一直看 看旁边的人 所以如果观众朋友 你现在有兴趣的话 就赶快搜索一下 这个浪解四徐怀玉的舞蹈 就会有 她真的是一直在看旁边 然后甚至她跟贾靖文的那一段 好像就跟不上节拍 对 那但我看网路上也有很多 这个中国大陆一些编剧 他们是说 感觉是她故意配合浪解四的编排 是故意的 是say 好的 但这不得而知 有时候是为了做效果 还是真的这样 也不知道 但是这个 她的经纪人有出面解释 说因为她面临的演唱会 跟节目的双重压力 所以表现不佳 会努力检讨 那也说她没有偷懒 还蛮自律的 但我觉得 徐怀玉能走到现在 已经算很厉害的 算蛮长生步 虽然她中间有一度是很低落 但现在又慢慢起来 但是就是这样子 一直不断的有很多负面好评 这样子交错 所以艺人抗压性要很强 对 但她的歌名应该也期待 持歌这么久以后 可以看到她有一些好的表现 那我们就继续期待 看她会不会检讨一下自己的表现 好 那我们接下来看到新加坡 他们的这个关键字是 欧洲歌唱大赛 那这个是年度的一个每个比赛 欧洲每一年都会举办这样子的比赛 就是有很多人会参与 都是全欧洲非常关注的一个盛事 那在2023年这一届的大赛已经落幕了 总冠军是来自瑞典的女歌手罗琳 那她打败了其他25国的对手 也是继2012年首度夺冠后 再次拿下这个欧洲歌唱大赛冠军的 这个奖杯 那她不仅是这个瑞典第七位 欧洲大赛的冠军 也是继1980年代爱尔兰歌手 强尼罗根之后 第二位拿到两届大赛的大赛的冠军 所以你看她这么的厉害 还可以在两届的赛事里面都获得冠军 看起来她也是非常的自豪 可以拿到这样的奖杯 但也是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其实今年的这个大赛应该要在乌克兰举办的 但因为赛事一直都 不是赛事 这个战争一直都没有结束 所以呢最后就换了地点 改在英国的利物浦举行 舞台上其实可以看到很多的 不管是灯光啊 或是其他的设计 都是在支持乌克兰的 那主办方也有捐出3000张门票 然后请难民来一起观赏这个盛会 替家乡加油打气 好我们看完GoogleChain之后 接下来我们要持续讨论的 也是跟欧洲有关 就是核电的使用态度 因为像台湾就是现在蔡政府 是属于主张非核家园的 但也有另外一派是支持用核电 有人认为这是比较干净的能源 好真的核电这个问题超级敏感 那德国跟芬兰的看法还不一样 没有错我们现在来看到 这个比较就是在这个4月发生的事情 德国在4月15号的时候 关闭了核电厂 那包含了伊萨尔2号 埃姆斯兰还有内卡维斯特海姆2号 那他们关闭了核电厂之后呢 就代表他们这个60年的核电时代 已经正式的终结了 那为什么他们会做到这件事呢 主要原因就是大家可能还记得 在2011年有发生这个浮岛核灾 就311大地震的时候 对那他们原定是2022年的时候 就要停用所有的核电厂 但是因为发生了俄乌战争 那我们知道因为俄罗斯是供给这些欧洲大陆国家 很重要的这个能源 天然气 对的来源 那俄国停停止供给他们天然气 所以他们停运日期就延期到2023年的4月15号 那他们也计划希望可以在2035年之前 全面采用再生的能源 不过呢这件事情其实在他们国内也有一点点的分歧 因为大家会 因为战争的关系大家真的会担心说 会不会电不够 会不会能源不够 那我冬天呢就要受冻 虽然他们可能没有什么在装冷气 但冬天很重要的就是暖气嘛 那所以他们呢 星期日图片报做了民调里面 有52%的这个受访民众是不赞成的 那另外 37%的民众赞成官和电厂 其他11%是没有意见的 所以呢在国家里面就已经有这么多的分歧 除了这个国门 各国之间的态度又是差更多了 不知道是不是故意的啦 德国15号关核电厂 那芬兰16号就来宣布说 他们有一个新的核盘硬 来这个核电厂正式要来启动了 而且我觉得原来核电厂盖很久这种事情 不是只有台湾会发生 核市场盖了很久到现在都没有办法启用 芬兰就是这样对不对 对他们这个核电厂呢是盖了将近20年 那他有很多的里程碑在启用了之后 因为他是欧洲16年来第一座新的核电厂 很久没有盖核电厂了 启动核电厂应该这样子 芬兰40年来的第一座也是欧洲最大的核返硬 那种种的行为其实都代表着芬兰在使用核电这一块是非常的正面的 也就是他们就是积极的要来发展核能以维持他们国内的这个用电的稳定 所以现在欧洲就是有这个永和派跟反核派有点像是微微的对立的这种感觉 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除了芬兰之外永和派还包含了波兰还有斯洛法克保加利亚还有法国 就是蓝色区块的这都是永和 对那跟德国一起想要终结核能的就是还有奥地利丹麦以及葡萄牙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其实欧洲全境有百分之二十超过百分之二十五的电力是来自核电 所以核电其实对整个欧洲大陆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但是他们既然有这些分有些分歧的意见的时候呢 欧洲有一个欧盟嘛 那欧盟委员会却声称说核能是可以降低温室气体的绿能 所以这几个反核的国家就杠上于法国为首的永和派 对我有听过这个所以这个绿能真的是更敏感了 对因为核电到底算不算绿能其实这个一直都是一个争议 我们比方讲绿能应该是不会造成任何污染或是排放的一个能源来源 风力发电水力发电这些比较会被称为绿能吗 对但问题是因为核会有核废料核安的问题 所以真的是每个人的想法占的立场不一样就会有不一样的解答 没有错所以尤其是在这个311大地震之后 这样子的这个纷扰就越来越多了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其实在欧洲核能的这个意见走向这么两极的一个情况下 是一直都有一些历史的因素 在311发生大地震之前啊 其实德国在要启用第一个核电厂的时候 就已经引发很多民众的这个抗议了 还有再加上德国的左派呢其实对核能的这个 他们认为核能有点不透明 然后还有就是国家权力还有官僚体系在主导 所以他们对于这个核能这个能源是非常的不信任的 所以在当地的反核运动的持续是长达数十年了 甚至比311大地震还要再早 那刚刚有提到他们计划在2030年的时候 占生能源的比例要从40%来提升到80% 但是因为他们在2021年的统计之中还有12%电力来自核能 28%来自蓝煤还有15%是天然气 因此呢这个比例可能就要再加油才会赶上了 那接下来看到芬兰喔那芬兰也是一个很特别的国家 它就是所有的居民呢都非常的信任政府也支持建厂 而且也相信核能是安全的完全没有任何的意义 那预计说未来呢这个核能的供应应该会可以达到40%这样子的电力 那就来问一下伊伦喔就是芬兰其实就是这么大 那如果政府今天说核电厂要盖在你这个县市 不是你家隔壁你愿意接受吗 当然是不会愿意接受啊 这也是线台湾公投上蛮长出来的题目 但问题是我觉得可能还是要看一下芬兰它有没有地处像地震带 那因为像日本台湾都是属于地震带 所以可能居民对核电厂的这个疑虑比较高 但因为我对芬兰的这个地理位置没有到这么清楚 所以我也没有办法说如果我是芬兰人会怎么样 至少在台湾地震是真的有点多啦 会怕怕的 但是芬兰人就是就是这样 他非常的相信支持政府这样子的一个决策 那我们再来看到其实在俄乌战争 也都是各国核能政策一个比较重要的转折点 因为呢俄罗斯不提供这个天然气等等之类的东西 大家就很紧张 那比利时现在原本是在这个废核立场的喔 现在有打算先续用十年 那十年之后会不会继续再续呢 不知道就再看看吧 看战争有没有结束 看有没有机会获得新能源 那接下来刚刚提到法国其实是永和派的国家 那英国跟法国也签了这个发展核能的合作协议 所以他们也是站在永和派的 至于瑞典也允许来建新的核电厂 所以显示在这个战争里面造成的能源危机 也变成了这个核能转向的一个很重要的指标 那么究竟该不该建或者是怎么建 怎么使用这样子的核能 我们也访问到了专家台湾环境规划协会的理事长赵家伟 来帮我们分析 德国他们整体的整个电力结构的调整目标来讲话 除了是我们常见的说确保电力供应稳定以外 其实很重要的事情还是有个减碳目标 因为德国最大的目标就是说他们目标是2035年的时候 他们电力系统要全面的去碳化 就是他们2035年的时候 他们每发的电里面不能够再有任何一度会排放 排放一个二氧化碳的电 当然在这边他们现在的挑战就是说 那他们的结构里面大概还是有三成左右是由燃煤发电 然后16%是由天然气发电 所以他们接下来的状况就是说 那虽然他们在第一季的时候已经是让整个再生能源发电 已经冲到50%左右 但他们现在的挑战是他有没有办法在2030年的时候冲到80% 如果能够冲到80%的话 那对他们来讲的确是他们要达成2035年的时候 摆脱所有的所有的排碳的所有的火力电厂的话 这个部分大概就是没有什么问题 但是为了要达到这个目标的时候 大概德国这边就面临了三大面向的挑战 第一个挑战就是说到底再生能源能够盖的多快 这个就会是出现到所谓的再生能源跟土地利用冲突的部分 那当然在德国这边他们可以看到第一季的时候 在有关于光电上面发展的速度非常迅速 但是他们同样的跟台湾一样也不会面临到说 如果他们要推动一些大型的地面型的光电暗场的时候 如果找到了适当的地点才能够是最适当可以去发展的部分 然后他们过往来讲的话 德国他们的风力发电 特别是陆域风机的发展的时候 已经有所辞职 但他们在去年已经有通过法规里面要求说 每个地方政府至少能够发射2%的再生能源用地 可以让他们作为一个就是风力发电发展之用 所以这边的话再生能源发展上面的用地问题 是他们现在一个很要注意突破的一个关键 那第二个部分则是有关于他们输配线路的部分 因为他们现在的状况就是说他们在 他们用电量其实比较高的部分 在南部的工业的重症 但他们的风力资源比较丰沛的地方在北部 在比较临近北海的区域 所以这边的话他们其实需要在大规模的 整个输配线路上面的强化 而这个输配线路的强化来讲的话 同样在这个兴建的时候也会有一些地方 反对跟抗争的议题 而第三个部分就是他们怎么样去面对 在这个阶段里面 他们怎么去做好所谓的燃气方面的桥接管理 因为他目标其实是在2035年的时候 他们都不能够再使用这些传统燃气电厂 但他们在短时间内他们又为了要因应 这个近期的这个乌克兰 乌克兰和俄国斯的这些所引起的这个天然气供应的上面 的危机来讲的话 他们又增建了很多的天然气接受站 然后那这些天然气接受站如果他2035年之后 不能够继续使用的话 那他接下来这些天然气接受站 能不能转型成便是轻能接受站 这个也是在德国的在接下来卖到 卖向飞核之后 接下来要达到去碳的电力系统来讲的话 他们很最重要的三个关键挑战 好刚刚节目上伟成问我说 核能要不要盖在我家 那观众朋友也帮我回答一下 如果是你家附近要盖核能电厂 你OK吗 也可以留言给我们跟我们一起分享 好我们除了谈这个欧洲的核能议题之外 我们接下来要把镜头转到南亚的印度这边 我们看到这张图 诶伟成知道他是谁吗 他是库克 哇库克没有人不知道 但旁边的人是谁呢 他们是印度人 对是印度的员工 我还特别去查一下说 诶为什么印度员工要穿绿色的衣服 为什么呢 台湾好像都穿比较深色黑色还是蓝色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查不到 但是我记得苹果之前有过绿色苹果 好像就是减碳 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2030年 他们要倡议就是永续减碳这件事情 所以就大家都穿绿色 但确实看得出来说 苹果这一次在印度的市场拓展 真的是让全世界都很关注 因为跟他们过去的策略完全不一样 好我们来看 他是什么时候来拓展的呢 苹果在4月18号的时候 在梦买有首间的直营零售店 结果两天之后 在20号新德里有第二间的零售店 一下就开了两间对不对 布局有一段时间了 但一次就开了两间 库克就可以一下去两间 好但18号到20号中间 19号呢 他去见了一个很重要的人 就是印度总理莫迪 那他就说感谢莫迪热情欢迎 然后他们也分享了有关科技跟印度未来 那他也说苹果将致力在印度发展投资 这话说起来大家就觉得说不太对劲 过去其实苹果的蛮多都是在中国大陆市场 我还记得我们之前有节目上讲说 库克这一个动作 其实也让就是中国大陆蛮多人不开心 说好以后我们都不用这个苹果啦 都用华为 就觉得说你怎么可以转移阵地转这么快 好那确实因为苹果也是商人是公司 他们就会看财报啊 截至三月底哦在印度的这个年营收 将近是60亿美元 年增长是46% 如果是你你不去印度拓长吗 当然要 这么大一个市场 大家一定有听过穿鞋理论哦 印度比较多人没穿鞋 所以你到那边去开鞋店 可能这个生意比较好 就是类似这样子的状况 但问题是印度在过去的时候 他蛮严格强制说 你们这些外来的这个公司 你必须要购买当地30%以上的材料 才能开店 但这件事情在2019年的时候放宽了 好不过苹果也没有那么快就进入 他们2020年的时候是现在网路的商店 开始开启这个贩售 那后来就发现说试占率从原本的1 2019年只有1% 到2023年是大于5% 所以成长的速度是非常的快 尤其他们人口多 对人多力量大 只要一人买一只就很多只了 好那彭博也有说 其实富士康有计划在印度来做投资嘛 那是7亿美金来建新厂制造 iPhone的零件 好7亿美金是多少新台幣呢 是214亿喔 那我们也知道中国大陆之前 在疫情期间风控很严重 所以中断了很多的生产 所以现在苹果也希望供应链的 这个多元化生产基地可以持续 所以就大局进入到印度的这里喔 但我不知道观众朋友知不知道 这个印度大多使用的是Android的设备 对因为他们有很多自营的品牌 对但是还是有一点点商机嘛 所以苹果还是愿意进到这个市场 好但我们刚才讲说这个 印度的供应链 开始已经抢走了中国大陆 一方面我觉得也是人力啊 比较便宜 对 好但是问题是我们知道富士康嘛 因为讲到富士康就会想到郑州 之前疫情期间大家应该都有印象 他们抗疫的很严重 好之前郑州还有30万大军支撑 这是全盛时期 但现在你看这几张照片 哇冷清清的 甚至还有很多是正在招租当中 所以店面已经撑不下去了 为什么呢 因为供应链转移了嘛 那他们现在喔其实还算是淡季 因为三四月他们工人的使用没有这么多 所以很多人是没有在工作的 但现在大概是6到7万人左右 跟30万大军比起来也是落差很大一劫 对不对 那富士康员工说其实他们现在已经被 降低了劳动的报酬 所以很多人想说那我干脆不要做了 那也有说新品正在优化开发 所以也比较少排一些员工上班 然后再来就是我们刚才很重要 这个产能都已经转到印度了 所以人工需求就会降低 那我觉得这个就是开发中国家到已开发国家中 必须要面临的过程 中国当然永远不可能人力这么低廉嘛 你以前可能一个小时才台币100块 但是你过了这个10年之后台币现在已经两三百了 那商人也会看啊 我在印度100块我就可以请一个人做一个小时 我要到你中国大陆还持续三百块这么高吗 所以他们当然会慢慢转 那我觉得这个转的最关键点还是在新冠肺炎疫情 让这些商人都吓到想说 哇这个要分散风险哦 这个不能放在同一个篮子里 好当然这个过广都是Made in China 就是因为富士康的零组件很多都是在中国大陆生产 那接下来大家可能拿起手机 像iPhone14现在很多零组件就在India 所以你的是India吗 我没有猜开掉 所以观众朋友看一看你自己的手机 应该还没有这么快啦 但未来一定会有Made in India 那你看他们到2023年估计大概是7%都会是Made in India 所以我觉得这个供应链的问题其实也蛮严重 因为它整个转到印度之后台商也会面临供应链转移的压力 所以现在这确实是一个新的议题 大家可以来讨论参考一下 好这就是上半场的国际Plus谈全球 欢迎观众朋友留言给我们 跟我们一起来分享 你怎么看这个iPhone的整个供应链转到印度呢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